连续的民进党有这个计划 不断的在进行一些策反 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佩玲 及立委林佩祥三人亲自出面 针对进来访间 谣言四起 公开说明 破除谣言 扭曲了所谓的罢名制度 说什么罢名我 副市长可以补证 就是扶证 这些都是民进党所创造出来的 一些策略 这两个策略目的都指向一件事情 就是分化我们有史以来在基隆 最合作无间的团队 我想国人朋友都已经看得很清楚 因为刚好今天有人传给我是在 小草群组里面 就说了我们要让我可以做正的 所以要罢免谢国良市长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政务官 都是市长任命的 当市长被罢免的时候 我们是团进团出 我也跟着被罢免 所以完全没有存在那样的理由 我觉得非常可笑 所以一定要出来做一个很清楚的说明 市长谢国良认为 是民进党不断进行策反 希望民众能够看清楚 我们财政的改善的程度 在去年112年 是排全国县市组的第二名 而且我们的年度预算的编列 以及执行 在前一年的税入都有更加的提升 所以在国良主政下的第一年 人口提升了 税入提升了 再不减少了 这个就是事实的情况 但是呢 就好像有民进党团为了罢免 就会挑一些 一些毛病 一些问题 在10月13号之后 我们也有预计 在每年的第四季 我们都会邀请罢免团体 来派代表 来市府演讲 跟我们进行对话 而且只要我在任的一天 每年我们都会举办 跟罢免团体这样子的 一个相关活动 所以基隆文市我都会关心 我会帮国良市长 因为他在帮基隆文做事 就这么简单 如果今天谁做得好 我不会令于说赞美 可是谁做不好 我必须战书来讲 我不同意罢免 因为我不想看到霸凌的人 能够嚣张 我不同意罢免 因为我自己知道说 如果我姑息这些霸凌的行动 下一个可能不会只有我 任何跟他们不同意见的人 都会受到这样的霸凌 都会受到这样的跟骚 针对市长谢国良出面辟谣 民营党议员张志豪 张浩瀚及郑文庭 也做出了回应 我们对于谢国良市长 在10月13号之后 还会不会当市长 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所以更不会觉得 他卸任之后 会谁来当市长 谁不来当市长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 我们民进党的立场很简单 我们希望在下一届的市长选举 也就是2026年的市长选举 一举的赢回市长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唯一思考 跟努力的目标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在思考 补选怎么样 或者是谢国良市长 他卸任之后 谁要接任 谁不接任 这些东西 老实讲 国民党里面 人才积极 又不是只有邱佩玲副市长 一个人可以取代 可以取代的人这么多 有意愿的人也很多 我们根本不会去思考 谁应该谁不应该 谁想要谁不想要 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 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是现阶段 基隆市政要怎么样改善 因为不管怎么样 现在到10月13号之前 谢国良就是基隆市长 谢国良说 基隆市的一个税入增加 但是主要都还是来自于 中央一般性补助款 给予基隆市更多的一个支持 另外针对于他说 执行率的一个部分 其实大家可以从 审计室的一个报告 明确的看得出来说 针对于一些社会面向的一个 预算的一个执行率 真的是全台湾排名 吊车尾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不知道 到底谢国良市长 有什么样的一个信心 说这是优势以来 最好的一个表现 我相信 包含了在5月 民调的一个资料 就可以显现得出来 其实市民对于 整体的施政状况 跟预算值钱的状况 都还是感到极度的一个不满 所以如果他只能用 自己看到好的部分 然后认为说 基隆就是好的话 那我相信对于基隆市政的 未来整体发展 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谢国良市长 你到底在怕什么 什么叫做 你随时都会找 霸凉团体来沟通呢 你把人家当作机器人 把人家封锁 这叫做沟通吗 所以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双方的意见彼此并程 让全体基隆市民 都能够清楚了解彼此的主张 最后做出正确的一个决定 基隆市长罢免案 预计在10月13号正式投票 蓝绿阵营各自表述 希望让选民自己判断 记者黄少民既有报道